提起颜云达 相信很多德云社的老粉丝并不陌生 他曾是德云社公认的大徒弟 也是郭德纲的第一个徒弟 郭德纲曾苦苦追寻多年 失而复得的爱徒 退出德云社后 一直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1994年的一天 一个朋友对郭德纲说 有个小孩叫严宗海 喜欢取义 您教教他 让他拜您为师吧 郭德纲摆摆手 那哪成啊 我这水平 我能教了别人吗 后来那朋友 把严宗海带到了郭德纲的面前 小孩挺灵 一个头磕在了地上 郭德纲不好推辞 就收下了这个徒弟 郭德纲从小就讲究传统 他送给了严宗海一套大褂 算是师徒信物 但是那时候的郭德纲 一点名气都没有 穷困潦倒 随后他三次闯到北京 自身难保 于是与这位徒弟失去了联系 后来直到2007年 郭德纲已经大红大紫 一次在张一元剧场演出 严宗海见到了师父郭德纲 他当场拿出了珍藏多年的 郭德纲当初送他的大褂 师徒二人喜机而泣 因为郭德纲为了找这个徒弟 也是费尽周折 随后郭德纲正式将其编入门下 并赐名 后感觉不雅 更正为严云达 但在2018年4月23号 严云达突然宣布退出德云社 并表示该还的还 终究自己的名字顺手 随后大家对严云达的退出 议论纷纷 可以说至今也不清楚 他们师徒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 自打他退出以后 严云达对于德云社 再未提过一个字 德云社 郭德纲 对严云达 也再未提半个字 但对于其出走原因 坊间流传的版本也比较多 有人说他的离开 是因为自己的表演风格太低俗 郭德纲对此颇有意见 但是严云达固执己见 拒不悔改 导致师徒反目 但有人说 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因为那时候 德云社很多演员的表演风格 都是这样的 像曹云金 岳云鹏等人 也有人说 作为德云社大徒弟 能力还无法驾驭这个位置 为此他遭到了众多老徒弟的排挤 早就心生怨恨 当然 也有人说他的离开或许与孟赫堂的媳妇有关 因为正是在孟赫堂与妻子离婚后 严云达宣布退出德云社的 当然至今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这种说法确实一直存在 但退出德云社的严云达并没有像何云伟 王文林 李晶他们那样 急忙加入主流相声界 他选择了享受生活 自由自在 甚至有人认为 严云达已经彻底退出相声圈了 不再说相声了 但就在9月22日 严宗海通过微博宣布 有个地儿说相声 干自己该干的事 做自己想做的事 挺好 北京听海阁相声馆 开业了 严宗海还专门发出了剧场地址和票价 定价为120到180元不等 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 网友们对此也纷纷留言祝贺 表示到时候一定买票去看 其实说到严云达 很多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因为他自打退出德云社以后 没有像有些人一样 有事没事就喜欢蹭郭德纲的热度 严云达自始至终对郭德纲只字不提 从未想过为了出名 靠着德云社大徒弟的身份 到处蹭热度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德云社的官网 至今依然给严云达 保留着名字和位置 打开德云社官网 德云社二对严云达的名字赫然在列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徒之间的感情 还是非常深厚的 对于郭德纲来说 想必也一直期盼自己的大徒弟 能够回归 这与同样退出德云社的 何云伟 曹云精等人相比 待遇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何曹等人都被老郭 从家谱中公开剔除了 但他们却依然继续用着云字 如今严宗海依然坚持相声初心 依然在坚持说相声 这是很难得的 严宗海的听海阁跟德云社会怎么样相处 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以严宗海的人品 相信会跟自己的师父和睦相处 一起为振兴相声行业 贡献自己的力量